臨近2023年年尾 今年有不少新人都拉上天窗 但亦有多對藝人夫妻或情侶 經歷離婚或分手 當中還有些是大眾眼中的 模範夫妻或金童玉女 以下為大家回顧 本年度十單最終目的餘圈分訊 洛基兒2017年和食品大亨朱志豪結婚 婚後有一個兒子 一家三口定居在美國 今年2月突然爆出分辨消息 洛基兒曬出石仔仔的相片 還留言說 當你共同撫養時 時間是寶貴的 夜來外界猜測 他似乎在暗示已經離婚 而9月的時候 他出席活動也直認和Ian已經離婚 我想這不是一個罪 不應該有一個原因 只是誰錯 還是做了什麼 有時不在一起 就 It's not your time 就不會在一起 我和Ian已經是朋友這麼多年 我們做了朋友20年 所以真的都不是一個 我們不會是沒有聊天的 所以爸爸的日子 我們都有一齊hang out 雖然我們不是一齊as a couple 但是我們是一齊as co-parents 蔡出賢阿薩 和八億麻雀館太子野石恆聰 拍拖六年 今年8月突然爆出分訊 有傳因為他們在婚姻上 未達成共識 加上南方和女星C小姐過蟲甚脈 令到阿薩忍痛提出分手 之後阿薩證實了分手一事 但就強調不涉及第三者 而當時盛傳 詩小姐是上屆的港者貴君梁超儀 但之後又爆出石恆聰 曾經力追打打 經霸複雜的四角關係 阿薩也有幫前男友說好話 說了很多次 其實分手的時候都說了 是完全沒有第三者的介入 其實她也很慘 不停被人誣蔑 但她又沒有一個平台可以澄清 沒有 真的沒有 那對於牽涉進去那兩個女生 她們又慘 是 她們全都結婚 就是了 又是慘了 總之完全沒有這件事 無中生有 是 洪卓立和Hillary 自去年年初公開戀情之後 不時都在社交網上放閃 又會一起去旅行 還以情侶檔身份一起出席活動 相當甜蜜 但到了今年的11月初 她們突然宣佈分手 說她們因為了解而分開 沒有參加其他沙石 她們分手之後 突然有傳洪卓立是因為爛倒而被分手的 洪卓立當時就這樣回應 那個爛倒那個 我都猜不到 因為和朋友玩 然後中了 我很開心 這麼大的兒子 然後就寫了上網 其實跟著就已經沒有了 我就猜不到大家就記住了 這件事 不知為何就變了 一個分手的導火線 你跟朋友玩 可以爛起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 不只是我的 結婚的那些不是一個原因嗎 那些都不說 不回答的 有心 有心 會否有機會複合 萬事皆有可能 好 卓韻芝在4月18日突然宣布 和從事電影美術的梁子妍 在去年已經離婚 她說 她們分開了 兩個人比以前更加了解對方 多了一段糊塗糊塗的共同記憶 一場離合聚山的共同體驗 情義不會結束 而在生命中多容納一個靈魂 她還說對方將永遠是她的朋友 而她也將永遠有對方撐腰 洪欣在今年5月突然發文宣布 和張丹峰不再是夫妻關係 還說某人一直生她微博 另外皆懷疑是張丹峰動手腳 而被指是第三者 張丹峰的前經理人 不形就發文撇清和她們的關係 說兩位老師 吵架還吵架 不要拿來分離開玩笑 這樣的發展真是說不清了 令到三個人的關係 越來越樸縮迷離 不過事後她們兩個 又否認離婚 還公開道歉 事後兩夫妻就頻頻地 合體了恩愛 林家欣和導演 袁建偉2010年 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婚禮 育有兩個女兒 林家欣還一度停工 全職去照顧女兒 而今年7月 林家欣和袁建偉就聯合發文 承認離婚 結束12年的婚姻 她們說大家的婚姻關係已經走到盡頭 但會繼續共同照顧兩個女兒 凡是會以她們為先 有傳她們離婚是牽涉金錢9分 但林家欣出席活動 接受訪問的時候就否認 還說分開的主要原因 是雙方的價值觀不一致 又說離婚之後 和袁建偉依然是朋友 我和袁導演 其實我們都是很好的partner 大家如何去照顧小朋友 大家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令到小朋友沒有任何的缺失 影后張子儀和內地歌手汪峰結婚8年 有一兒一女 但今年10月就突然被爆已經離婚 之後她們兩個同事 在微博發聲明承認離婚 說她們曾經攜手共度一個美滿的婚姻 8年間她們共同照顧家人 養育子女 用愛構建了幸福生活 她們之間沒有是非對錯之爭 分離不代表辜負或背叛 這是兩個成年人共同的決定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除若孫 2014年和新加坡富商李雲峰結婚 有一個兒子 今個月10日她們發聯合離婚聲明 宣布已經結束9年的婚姻 除若孫當年高齡懷孕 曾經睡在床5個月 打了300多支安胎針 真是吃盡虎頭 而李雲峰的公司 曾陷入財務風波 她亦力撐老公 2021年除若孫捲入 王力宏的離婚醜聞 李雲峰公開發聲明 表示對太太信任 可惜雙方最後都是離婚收場 她們說她們盡了最大的努力 都是克服不了她們之間的差異 湯力的主音恆仔 和譚恨男小花 今年2月突然宣布 已經和平分開了一段時間 她們拍拖10年 想不到會突然分手 而小花在9月的時候 上載了一張手拖手的照片 還標記了新男友Wono 去公開新戀情 小花公布新戀情之後 恨仔就指 有很多人通知自己 她沒有留意 因為有很多人告訴我 我留意 祝福 我們也祝福 當然不是怎樣 唐妹王生兒 和在日本營商的圈外男友 一直都很低調 但今年10月 唐妹出席活動 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自爆 已經和男友和平分手 她說 因為她們分隔兩地 最少離多 不可以繼續走下去 她還說 Londie真是很難搞